音樂 音樂 馬後炮 好!大家乾杯! 乾杯! 你不是喝這個 不得我喝這個 哈哈哈哈 停一停 如果大家還記得上季季尾的最後一集 我們都是這樣的 就是拿著一罐啤酒 我記得上次還是隔著一塊板 那時候疫情緊張 現在疫情沒有疫情 英國都不戴口罩 英國下個星期都已經 口罩又不用戴了 現在會不會是馬後炮群組 今天比較特別 本來更熱鬧 因為原本還有小米 阿鳥王 另外就 阿鳥王去了一邊 阿鳥王比較忙 就沒有時間 小米原本答應了我今天出演 突然間又說不行 他都害羞 我不知道他害羞還是什麼 可能聽到你來 那就怕了他 怕了他 怕了他 但今天呢 我們就特別一點了 就來了 拍了個視像 我們身後面這位 就是 曾經 大家都可能 應該還記得 就是 上一季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都上過來的 就是 現在身在澳洲的范丁郎 大家好 阿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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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見他好像整個派路一樣 就是 因為現在 大家都知道 現在 在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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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墨爾本 正在關閉的 你們沒有疫情 我們很嚴重 就是大領落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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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我也是覺得香港更嚴重 就是 現在 出不了 出不了 出不了街 就困在家裡 今天呢 為什麼會找范丁龍來呢 首先 其實 今天 都這樣說 今天 都是季內的最後一集 馬後炮 其實都可以跟大家說 也是這個節目的最後一集 今天 也不止是今季的最後一集 這個 這個 是馬後炮 所以說 有我份的節目 通常都會接的 哈哈 但是 你自己的台也沒有接 是你自己不接 最重要是你的台不接 我和我不參與 等一下 現在不是台接 是節目不做而已 OK MyRadio 依然還有很多節目 是我接 不要說得那麼誇張 有一件事 有勝過陳華動 那些人說 動哥做了 他都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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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Anyway 等一下我們在節目的尾聲 再說一下 一些感言 其實也有些感言想說一下 不過就不是現在說著 今集 所以 因為是最後一集 所以 就要找范丁龍來 還有為什麼要找范丁龍呢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大家 在座那麼多位 都有份玩 我們那個 癲狗馬經 的貼士大比拼 嗯 那就是剛剛 禮拜三那天 就是最後一次賽事 已經是陳開樂定 都有賽過了 那就是 今屆我們的總冠軍 就是我們身後這位范丁龍 真厲害 萬鈎幾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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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但是 那就是 沒收工了 那就是這樣說 那就是這樣說 或者去我的電腦先 那就是 找回一個 出回一個報告 給大家看那個 瘋狗馬經的結果 那就是 范丁龍呢 就是12731分 就拿到一個總冠軍 第二那個真的很少 那就是 那第二那個 都是萬鈎幾分 那其實 其實 頭三名呢 都是 頭三名都超過萬分 那第二名 那這位 Andy呢 那其實呢 在薩福日 就是剛剛禮拜三之前 他都仍是三甲不入的 哦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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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薩福日中了 尾場那條Q 哎呀 那就一下子 飆了上來 就踢走 下面那位 黃偉賢 本來是 本來 禮拜二跑完之後呢 那三甲形勢呢 就是范丁龍 那就是第一 那另外這位 Harry Yun 那就是第二 那第三就是 八千多分的黃偉賢 那但是就去到 最後那個回合呢 那就是口風回路轉 因為范丁龍呢 如果他最後 就是剛剛 最後那個回合 他都有分 他都有分 那就是剛剛頂得住 如果不是呢 就變成 最後一個回合 就反級上來 就沒有收報 差點就收薑變收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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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精彩 那這樣搞法 那時候我就要叮叮叮 就要叮叮 就要叮叮 就像小米聊天 就打個鐘 那樣了 要尋找 那所以最後呢 都很精彩 那令到 阿Harry 那最後 就是 本來亞軍 就變成貴軍 那所以呢 這個終極決賽 其實是鬥十二個回合 由六月份的賽事開始 就一直殺殺到季味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努力 那在這裏 阿波仔很早就已經 沙拉拉拉了 我敢說他 不要緊 這些什麼叫做 就是一早收薑 就是這樣 那我呢 那我呢 也是 我設計這個遊戲 不良於行 是嗎 不良於行 是嗎 那我怎麼知道不良於行 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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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作為這個遊戲的總設計師 那依舊都是絕對公平的 就是我都 我都 在復活賽 困了你們之後呢 那我都是一樣都入不了決賽的 那變成我們瘋狗馬經 就是我們瘋狗馬經 就是我們瘋狗馬經 本身呢 就是有馬王哥頓 有老兵 老兵 阿Bingo 還有阿馬心 即是我們的血統專家 我們馬經的血統專家 三個人的血統專家 那就是 阿馬心 就稍為好一點 那另外 阿Gordon 阿Bingo 就是比較禮樣一點 所以 史馬田也很厲害的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這樣也很厲害 你不要玩我 不是 你有一段時間 都很接近 但是後面失分 失得多 一定玩這些遊戲 我跟波仔也說過 這些遊戲 你第一二回合領先 你就會領先下去 是的 你一落後了 其實很少可以追得回 我估計他是梁家鎮粉絲 那就是不知道 應該是鄉土 那就是不知道 所以 結果就是這樣 整個半月來講 風回路轉 教主曾經一度包美 但最後那幾回合都 他是不是玩的 他都飆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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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至於失禮 所以 現在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其實 就已經個別聯絡了 聯絡了那些得獎人 我們會有一個獎杯 如果大家永遠記得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獎杯 我想問那些杯幾千隻 總之厲害 因為我們都想訂 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 因為我和波仔小弟的群組 都有這個遊戲 但是 走完數 獎還沒分 想問一下你的獎 節目完結之後 我再說給你聽 所以就再一次恭喜范丁龍 實至榮歸 其實他也是 早段 他也是 初賽的時候 以第二名的身份 去到復活賽 然後在復活賽 他好像復活賽 好像是冠軍 即是一種種子 我還以為 最後一班尾班車決賽 然後復活賽 其實他本來 很早就應該出到 但是又是 大了 太了 大途 去到尾 被人被蓋過 所以他去到復活賽 再入圍 所以 說真的 大家這裡的十幾個 除了是玉敏之外 教主 因為他是 他是 王 其碼 大家都 過五關 斬六將 殺到來這裡 其實這個 玩得很難得 恭喜三位得獎 除了有獎杯 我去年拿了更驚四 是啊 你去年拿更驚四 所以 除了有獎杯 給大家 給你們三位之外 另外也有現金獎 有獎金 所以 都會安排 即是 獎杯做好了之後 我就會 進行一個 簡單而隆重的頒獎帝 因為現在不能妄罪 因為限聚令 都是要 執政 所以 就這樣情況 先回來 其實都想問一問 范丁龍你 今天下午 我和你談 試這個 視像 的時候 我都問你 你不如 和大家 分享一下 其實玩這個遊戲 你的人又不是在香港 你是在澳洲 我覺得這個 已經是一個大洋賽 還有時差 有時可能會持交馬 哈哈 其實你玩這個遊戲 你覺得 有什麼心得 有什麼心得 我有時候 不知道什麼時候跑馬 尤其是沒有離頭 一個星期六去跑馬 我就不知道 要收你什麼 我才知道 今天跑馬 剩下十分鐘做功課 那就去拍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 你跑馬 真的說你跑馬 這就是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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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完上季拿第四 之後 現在就講完只有十分鐘 幸好 我先帶你一百萬 我跑五分鐘而已 哈哈哈哈 不過我就輸了 哈哈 大家有沒有看這個 Tour de France 這個環法單車賽 現在 每天直播著 環法單車賽 就是一個長途賽 跑二十一個站 跟我們這個 這個大比拼很相似 絕對是 你去到每一個站 你身處哪個位置 你要調整下一站的戰術 嗯 有什麼戰術 有什麼戰術 那你先講一下 有什麼戰術 你不要只講戰術 但是你先講什麼戰術 是什麼戰術 不用怕 你選馬 你選馬 選什麼馬 如果你落後 落後九條街 老大都拼冷 是不是 一步步都可以發動 這些好像 可以藏起來 多數你會選一些穩陣馬 沒有WIN有P那種馬 你就可以經常維持著 一直有頓章 那你怎樣才能領先 領先優勢 但是大家 Michael 但是有一件事 因為你玩這個遊戲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是選 都是同一場馬來去選 你說要找冷 不是你說想冷就冷 因為你不是 大家都是選那一場 即是 你未必開到的 未必開到你想開 要冷 你不是想冷門 冷門不是你找人 首先你當然要做功課 選一些有實力的冷馬 有實力得來 大家又不買那些冷馬 還要跑的時候 有運氣 他跑得出來 那你真的說了也沒說 他跑得出來 哈哈哈哈 那你真的說了也沒說 那你真的說了也沒說 不過又這樣說 上規有一隻很經典的 蘇迪虹那隻 蘇迪虹夜晚 喬軍 那一隻大戰 那一隻大戰 是爆那隻喬軍 那晚有一場是上一季的大比拼 嗯 那如果是中到那隻 就可以藉好出來 但好像我們不是選 好像不是那一場 好像 有好幾個人 但又不是那一場 但那一場不是指定長次 大哥 是說那一天 但是又這樣說了 那又這樣說了 就是我們瘋狗馬經 其實都現在都做了第三季 那其實今季 認真說 都最大 今季這個馬經 其實最大的得著 和一個我覺得 比較值得表揚的 就是馬王哥盾 馬王哥盾 是的 因為馬王哥盾 現在很厲害 那真的出了 打出來 現在馬會 你是不是想轉環 是啊 我想聽話題 我還沒說 我先說 馬會都要找他招安 一會兒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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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 在每一個賽日版的稿 有提示 其實 都有一些馬迷 都有一些讀者馬迷 都是在大比拼裡面去選馬 真的有的 有的 所以 我做這個大比拼的編稿 我都當了一篇 一個專欄 這樣推出來 原來你是把我的天使 燈了出來 是啊 有燈出來的 所以 我們其實就放了出來之後 很多人 有些 看了我們的心水 覺得我們的心水 是燈燈的 不如看一下馬迷 可能有些街頭智慧 還有就是 因為大家的指定長 都是一同一作指定長置 所以每一個人比 一來可以很明顯地分到高低 不會說有些僥倖 即是搏到一隻 穩長冷的 反級 反而就真的這樣 同場指定長置 大家選馬 真的看到有一個高低 例如 例如 一路 范丁龍領先 可能有些人會看著 范丁龍的貼士 可能就這樣 就這樣去買 這樣 這樣都有 Michael說 我不知道你燈出來 燈出來 我不給馬迷 但又這樣說 我半年都不知道 你怎麼燈出來 我們全部都有燈出來 三季都有燈出來 如果燈出來 你選馬會不會有不同呢 你會覺得尷尬 會不會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我終於看到這麼多面 我都是把自己的薄的物品 燈出來 有本事你就買 你可以不買 對 真的可以這樣說 下季大比拼也會繼續 但是 我其實正在研究 下一季會有些玩法上的改變 怎麼改變 我現在還未有定案 但是肯定 大家 我們在座這裡 這麼多位 一定 下季都是我們的嘉賓 嘉賓 Gordon 你不是 你也是 會有一個月有份當席 但是 馬田 波仔 Michael 下季都會繼續 你也是力圖衛免 我也先講講 我們剛才說 有現金獎 冠軍有五千元 亞軍有三千元 貴軍有兩千元 這個獎金就是 偉大教主 是贊助的 是 可不可以根據我們所在地的這個 我講了是港幣 我已經講了 如果你要澳幣 我們會折算澳幣 那我傳你去日本算了 我會折算澳元 我會折算澳元 給你 但是一早說明 是港幣 全部是港幣五千 港幣三千 港幣二千 所以就這樣情況 大比拼 我就交代到這裡為止 好了 接下來 其實剛剛這幾天 就是剛剛 今天 或者都 都有些馬圈新聞走出來 其中一個 就是 接下來的 下季的賽事獎金 因為其實這個通告 就好像 遲了少少出 因為通常這些 季尾未殺科 今季 他想特地 當作一個好消息 就是在季尾 跑完馬 今季 他就遲了 今天 剛剛公佈了 可以去我的電腦 告訴大家 其實基本上 這些賽事都是加馬 全部加獎金 但是他加得來 都比較 都比較 都幾集中 主要 主要加獎金 都是國際賽 那三場賽事 香港 可以滾下去 可以 我現在準備說 就是 會加到 應該這樣說 馬會這樣說 就是 接下來下一季的 總賽事總獎金 就會達到 14億6千萬港幣 14億6千萬港幣 即是所有 全季所有的賽事 八百多場裡面 八百多場裡面 加起來 另外 國際賽 12月的國際賽 那四場馬 應該賺 之前的獎金 就是 都八千 九千幾萬 現在 總數 就加到一億 四場馬 加起來 就加到一億 其中 香港杯 就會加 二百萬 就去到 三千萬 總獎金 三千萬 另外 香港一里錦標 就會由 二千五百萬 就加到 二千六百萬 香港平衡不加 香港平衡不加 你先給我講完 你不用這麼快 另外 香港短途錦標 那個增幅 最大的 就是 百分之九點一 然後 香港杯 就百分之七點一 然後 一里錦標 百分之四 那麼 馬會就聲稱 現在這四場賽事 已經成為 全球獎金 最大的 最豐厚的 千二米 千四米 千六米 和二千米 草地一級賽 他就是這樣說 那就加到 另外 其餘 二三級賽 即總體的二三級賽 都會加二十五萬 和二十萬 現在 現時 我再錄下 現在 香港跑的二三級賽 現時的獎金 分別是四百五十萬 二級賽 和三級賽的三百五十萬 至於那些常規的班次賽事 尤其是二班賽 就會加到 百分之九點一 而這三級賽 就加到三百七十萬 至於那些常規的班次賽事 亦都有顯著增幅 尤其是二班賽 就會加到 百分之九點一 第五班 不如不要加 反而減了 就是減了 就是減了 只是加分給上面的 那一會兒 我先讓你們說 第五班 先讓我交代 另外 一班賽 會加百分之五 由原本的三百萬 去到三百十五萬 三班賽 加七萬 去到一百零七萬 四班賽 加到一百零四萬 五班賽 加三皮 去到七十八萬 下面那些 那些 那些 也不說了 純粹我交代了這個獎金 另外還有一場馬 也是有加獎金 就是到四月份 那個 就是呂黃杯賽 那個 加獎金 那一場就是主席獎 加百分之十一 在所有現在的一級賽事當中 他這場主席獎 就是加幅最大的 那這個又可以有話說 證明主席獎含量 是最高的 短途賽 黃蝦黃 那又怎樣呢 那怎麼辦呢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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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會又有機會 是咯 所以今天我們有很多話題 講不完 你這樣講九點鐘都走不了 是啊 講到九點鐘都走不了 那就是 讓我先講 讓我先講 所以我們留下一次才講這些 現在加了獎金 那就是四場 那就是 但是其他那些 譬如說呂黃杯那些 都沒有加碼 那當然啦 剛才剛剛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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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啦 剛剛 阿哥 阿哥 我應該講得出來 那是你的資順性 那應大家再講得到不錯 那我先講講 那麼我也想要是 便拿了出 depress issue 那就是剛才那個 所謂的冠軍人馬獎 其實我那日 剛剛三篇文 已經一些說 這些 大部分也沒有意外或或驚喜 核名 你們說的是多了一個 那一個就是九幅日 你們說四歲馬 其實也有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就開始講這些話題 下一節見